画画和打拳是我两个爱好 我在画画的时候 更多的是关注跟这个空间的一个交流 通过绘画的方法来表现这个武术中间的来往 《绘画》和打拳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它们是语言不同 一个是绘画语言 一个是人体语言 在表现形式上也不同 油画它是呈现在作品上面的 然后打拳是呈现在人体的变化 或者是记忆的修量这一块 我是1994年接触心意六合拳的 1996年拜师 学习心意六合拳已经有22年了 2005年10月1日定名为鲁氏心意六合拳 鲁氏就是一代宗师鲁松高武术大师 开创性的继承与发展 创造这一排武术 123 1 1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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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1 2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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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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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一個通俗的叫法 因為我們魯士心拳象形十種動物 有雞、藥、燕、陰、虎、馬、熊、蝕、喉、龍 大兵王說連馬型的人是高大的 連猴型的人他是矮小的 連虎型的人是木字型的人可以穿得遠 所以我們心一拳我們叫因人而異,因才是教 我們是一個經營式的教育 我一個人會在打理自己的這些兵器 我一個人坐下來喝茶 沉浸在自己的這個世界裡面的時候 人其實是非常安靜、非常歡喜 也是非常充實的 平常我們在教學之外就在一起喝茶聊天 大部分聊的就是拳裡面的前輩的故事 還有拳裡面的技法、拳裡面的運用 你要喜歡女士心一六塊錢 然後把這個喜歡變成一個釋放 在我們心一拳裡面 勇敢就是面對意志困難 我們不退縮 答案就是面對未知困難 我們要勇敢面對 功夫反倒是排在第三位的 我跟師傅學了四、五年了 我覺得打拳是一件非常可趣 而且比較難忘的事情 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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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